一樣就把它打開 把我們的殺菌服的門打開 就是那個鍋蓋 對不起 把它拉出來 從左手邊推到外面去 拿出來 好然後呢把我們的 該殺菌的東西放進去 到時候我一樣就讓你拿出來 這樣我們這樣一次一次來重複 好那接下來看我示範 一般我們在操作過程當中 這個是排水 這個東西如果沒有關緊的話 那一旦溫度上升 整個都會擠出去 所以我會這樣子做 你們看這個手勢 打開關起來 關起來之後就這樣合起來就好了 不需要這樣子過台 這樣就好 這是排氣法 打開關起來 確定它是關著 因為你說阿雲你不是有做記號嗎 他放一圈 你也不知道對不對 所以一般我都會把它這樣子再做一圈 好那那個早上我檢查過 它的水夠 它的水夠 好 麻煩重複這個動作 打開關起來 OK打開關起來 代表它是 氣跟水都不會跑出去 然後把它 把我們的殺菌符的門蓋起來 左手頂住 左手頂住這邊 為什麼呢 我示範好 上次我講過 如果說它差一點點 差一點點 我很誇張用這樣子 它你繼續用的時候 其實你會沒有感覺 好 把它弄進去 好 然後頂住 然後把它鎖緊 左手頂住 右手鎖緊 好 兩隻手 再加個半圈 兩隻手 再一點點 好 OK 我就OK了 好 把這個打開 把它打開到ON 好 到時候我們檢查 因為我們都設定好 121度C 然後它開始加 它的壓力從0開始 它會 我們這台是到1.2 1.2就是一格左右 它就要開始進行滅菌 好 那等一下呢 預計我們經驗上 大概60到70分鐘 它就要開始響 OK 好 感謝 來跟鏡頭比個 比個手勢 OK